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7月30日下午的桑普论席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桑普频道,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youtube,patreon,看完广告,看完影片,还有利用superfans的功能赞助支持本人 继续讲奥运,好吗? 我们知道在我上一集讲这个江文慧,就是我当时的江文慧好像正音是读文字的,很多谢网友的指出 江文慧,即是Vivian,她是什么的背景,我已经很快,很准备,在上一次节目讲得很清楚 现在很多媒体开始就讲这一点 也有为数不少的评论人都讲到这一点,我很兴向大家讲到这个江文慧本身的背景 那我们再重申一次,避免大家有任何的误会,我想这一点的话,大家不要有误会很重要 我不是体育评述员,我是政治评论人 今天你怎么去评论江文慧,他本身在表现上,即是在那个竞技场上的表现,是几个逆转性 一比七落后,倒追,一步一步这样,赢人家,重剑,即是 这个锐剑,赢到这个对手,这个就是FP嘛,赢到对手,这个是你自己的评论 有些人说,哇,很厉害,精神可嘉,逆转性,体育精神,这么多年的训练,很克服 我完全不会去质疑这些东西 喂,你叫我去打,我怕没有他那么聪明了,是不是 他在这方面,他那个fancing方面,他有他的长处 这个我不会去质疑的 正如,你每年这个十一啊,国庆啊,或者不是每年的,有时候那个 军演啊 那些解放军都很厉害的,你比如说那些 08年北京奥运 那些张艺谋式的齐整那些所谓的 打鼓啊,飞来飞去的东西 都是很厉害的,都是有很厉害的,你的体育感觉,sporty的 又例如,比如说你说,警察啊 2019年镇压示威者的时候 一脚跪下去,人家跪到人家,颈快断骨 跟着整口血,还跪下去,还在打的 都很厉害的,体育多厉害,多有武功 好有奋斗精神,先步道,斗圣 明知被那些 火魔袭击,依然冲过去,在到这个 捉这个示威者,逆转性 中大先输,跟着包围理大,跟着遗签 逆转性,逆转性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说 我不会说他这个地方,他的武功 他的体育 performance是怎样 我是说 morality 体育还体育,道德还道德 不要说那么多 政治还政治 到这个体育还体育 我就跟你follow你的line of thoughts 我只是说你的体育,我不会评论 OK 但我自己的评论的焦点就是 香港人 竟然因为这个人的表现 而自high的表现 以及这个人 本身背后是什么的一个人 而当你认识清楚的背后一个人 跟着自己做精神分裂的 他虽然希特拉而已 但他画画不错 他虽然希特拉而已 但是他素食者 跟着你不断说 我香港很惨的 离楼状态 没办法 不是有些安卫有个素食者 有个画家 于是觉得香港精神 希特拉就是香港精神 德国精神 各位 如果你这样去看问题的话 我觉得是 如不可及 就是我可以很 不客气地说 我说话很直接的 我不要跟你说 哎呀你呢 是有待改善 我不要跟你说 我是如不可及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天 香港的精神是什么 黎智英 戴耀廷 黄之锋 一众政治犯 社七人案 支联会 周幸彤 何俊仁 李卓人 Karo 毛依依 一大堆 知名与不知名的手足 流亡在各地 还在奋斗的人 包括我认识到台湾的人 的手足 这才是香港精神 然后你又没有办法了 现在香港什么都不能说 就是嗨一下 那你什么都不能说 你可不可以找 田凯华来嗨一下 找肥妈 谭永伦 或者什么中震 来嗨一下 没办法 好闷 这些是藉口吗 闷 屈闷 屈结 是大家的藉口吗 我做这个节目 是很乌鸦的 是想提醒所有在香港的人 不要折堵 折堵不是做一件坏事 在精神上面 毁眉 今时今日我做这么多个节目 目的是想告诉大家 什么 我们真正的香港精神 就是那些仍然在小监狱里面 为大家牺牲 为自己牺牲 为公义行牺牲的人 还有很多海外依然发声 或者依然疗伤的一帮人 这帮人才是我们真真正正 香港的精神 江文为哪个香港精神 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国情班去读 不要紧了 当你见识了 接着你是可以被国家行政学院 和整个中共集团 将你抽出来 着凭中选 成为了后来酬早的香港精英会的执位 而副师傅呢 就是那个什么海琴 就是那个另一个乒乓球员 另一个运动员 各位 我只是想说给大家一次 今时今日 如果你进入到香港精英会 这是很明显 这是一个 新设立的 地下党患养的组织 所有共产党核下的所有香港媒体 正在帮这帮人 尤其是 江文为 粉色门面 他说的所有说话 做的所有字 完全收剪过 喂 邓炳强出来说 我最支持你 之后呢 就转支持其他人 就不再说江文为了 因为保留一种神秘感 令他 真真正正 党员 地下党员 或者甚至是一个 积极拉拢的 疑似党员 疑似党员 我留几分薄面出来 香港精英会的执位 你不党员可以当得上吗 就好像 基本法的重要的 什么草委或者重要的执行委员 你689你不是党员你当得上吗 你香港精英会的执行委员 你去中国读书不是问题 小弟也有去中国读书 我去北京大学读写的论文叫做 中国公用事业的竞争与管制 传闻其实已经在 发表在书上 大家可以拿来看 我哪一个字 为虎作枪 文末 我都说 没有政治民主 就没有经济民主 当时是江湖年代 全部教授被我 big pass的 高分的 完整那个 辩论之后 三眼门 整班教授一起罵共产党的 喂 这些就是当时候的情境 所以不是说你去中国读书 一定等于 你本身 就是共产党员 恩赏共产党 首先小弟从来不是说 试图用中国的视觉 就是他的perspective 就是中国翻译为视觉 就是他的观点 去看回中国 向我 客观的观点 看中国 当年 何卫芳教授北大教书 三埋房门 碧炉东暖 暗黑 黄昏 几个特务坐在后面 我在课堂里面 他问大家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组织 大家说 社会团体 请问没有这个社会团体法 慈善团体 当然不是 政党 没有政党法 公司 他不是盈利的 虽然很多人在盈利 所以他的结论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 是全世界最大的 无证经营团体 整班北大学生 起立 大股仗 那两个李平头的特务 为什么我知道特务的李平头 就是那些 很短毛的 眼眶眶眶看着我们 特意搞到灯很暗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 不要让他们拍到照 当时2004年 我记得 我是参与过这些东西的 我是参与过这些东西的 我都是不断 不断用不同的文章 节目都说这一点 我是见识的 我不是觉得 我读这些博士 我是觉得 我这个法律超人 不是这个意思 你给不给博士学位给我 是不重要的 重要是见识的 我不读这个博士班 我怎么见识到 很多学生和老师的总生上 关键的位置在哪里 就是你怎么想 不是你读什么书 不是你哪个地方读书 而是你的言论和行为 你写的文章 是不是我写的那些 公用事的管制与竞争 鼓励竞争 经济促进自由 只有经济有竞争 政治也有竞争 如果党 国不能够分离 国家不能够步入一个有竞争的状态 就是民主 基本上一切都是童争 OK 看看那篇文章 子女行间 你全部看得到这些 结论都说得很清楚 问题在哪里 问题制作于你今时今日 你读的是中国人民大学 这个不是重点 根据什么教授 都不是重点 你写的是什么 香港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你说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如果我告诉大家 什么是制度优势 你是2021年毕业的 当时习近平当政 接近十年时间 你说的制度优势 就是英武学舍 党国红头文件 一国两制制度优势 就是全面管治权 就是镇压黑暴 就是党国唯一有权力 所有香港的正如权力 然后全部都是 变成殖民政府 这个就是你讲的制度优势 你不要跟我讲笑 你那个教授已经讲给大家知道 人民大学发了个微博赞给你 就说你这篇文章就是说 我知道你的 就是导师指导你的 导师就告诉你 你说一国两制制度优势 说什么研究体育方面 有什么公平的问题 但是说到最后 一国两制制度优势 第一我两个很重要的点 一 我不认同这个制度优势 你没有拆共产当下 再刚刚讲香港精英会的点 还有邓炳强李家超 众声拱照的点 已经很清楚 那证据呢 你看香港精英会的那个网站 就很清楚 好了 跟着你本身写这篇文章 很显然的 就涉及到什么呢 就涉及到你 吹捧港共政权 而你说的一国两制 是不是说要真正的两制 有些人说 制度优势就是两制 川普你不要这么 骗击 他说的两制 你都没看过那篇文章 你怎么知道呢 各位 如果你说的制度优势就是 两制先于一国 你怎么可能毕业 你一定是一国高于两制 你写这些这样的题目 在中国的 党校里面 怎么可能毕业呢 所以我不会批评他在人民大学读书的 因为千叉万别 即等于今天你 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 你不是等于美国的走狗 你今天在台湾大学读书的 你是不是成为台湾间谍 你英国牛洋大学读书的 你是不是帮英女王做事的 就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一件问题 看言论 行为 那你看回他 成为了香港精英会执委 帮香港律师会的 所谓专业派 就是建制派 古语夫 帮 很多很多港共政权的保安局 做有关的一些青年的 所谓培训课程 得到 在这个邓炳强 在那么多运动员里面 最支持的这个江文慧 你就知道他是什么人 你可能调查他 他爸爸妈妈的事 我是禍不及父母的 禍不及子女的 我自己觉得都是个人责任的 你今天是成年人 你今天成年人30岁 那你自己知道 江文慧 你的言论行为 要为自己负责 好没有疑问的 那我会觉得这些是很清晰的 标准 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到 好了 一人问我 最近又拿到金牌的 张家朗 你怎样 是act的 张家朗你怎样看 第二次 因为他第一次 拿这个金牌的时候 就是四年前 零八年北京 一二年是 伦敦 一六年李约 然后二零年 就是东京 东京奥运 他是拿金牌 在香港史上的 第二个金牌 第一个是96年的李立山 霍南风帆 那张家朗 游到 那他就 这个是 不是说了 张家朗 是这个 不是 我和台湾那个 各样的 搞乱了 张家朗 都是做劍击的 劍击的 他能得到 金牌 那他跟着 今年 今次的 巴黎奥运 二四年的巴黎奥运 都是拿到金牌 那当然他有 无论他的金银和什么 他都是很好的选手 正如 我对江文维说 他是一个好的 sports woman 那你 张家朗是一个sportsman 我不会怀疑你的 这个所谓的 体育的能力和水平 因为 比赛要公平的话 大家都清楚 我不会有疑问的 我的重点是在于 香港人 第一这个人 是共产党的走狗 然后有人说 共产党走狗 是清塞罗伯 国有所好 我很喜欢 台湾他喜欢共产党 国有所好 这些叫相对主义 这些叫做祸欺泥 虚无主义 任何东西都是清塞罗伯 国有所好 共产党是全世界的 恐怖主义组织 你不可以说伊斯兰国 拉登 阿尔盖达 你喜欢贵那边 国有国 国为其主 哈马斯 国为其主 不是这样的 共产党是什么组织 专制独裁 残民自肥 搞到大家 凄离止散 搞到大家 很多人入少江 有些要离散 有些要移民 有些要流亡 大家很清楚 你帮他做事 我理得你是什么人 你成绩多好 就是你厨艺多高超 什么中华厨艺学院 或者你什么游泳建章 或者你是这个 江文慧 就是你劍激高手 都不行 都我们要拒绝 是吗 所以我要讲重点 第一 他并不是一个 正直 有道德之人 是immoral 你亲共就代表immoral YES 就是等于你亲哈马斯 亲亲这个 这个 亚尔盖特拉登 伊斯兰国 北韩 你不是 immoral是什么呢 你不要告诉 中共 你说 我们两体 他都有很好的地方 你慢慢讲 我只是说 他是immoral OK 看这个节目如果有不同的意见 无论留言 那你滚出去好了 没必要浪费你的时间 也都没浪费我的时间 好了 另外一批就是什么呢 就是 你会看到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很多香港人 苦闷 所以到江文慧之后 不断称赞他 如果你没听到我的东西之前 你这么称赞他 我明白 可能你真是 不知道他是什么 但是听到真实的消息之后 你自然这样 当他是偶像 当他是 香港人一个光荣 来这个 无拜 甚至无力 景仰 甚至无自嗨的话 我就是如不可及 我都刚刚说 stupid 香港如果继续stupid下去的话 是没有光復希望的 我希望真是能够在香港 依然 你可以不说话 不评论 但是心里面 澄清如镜 这样就够了 我不是你要求你答爹 stupid 叹叹叹叹叹 我不需要这些赞美 你自己心里面 知道就够了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张家朗那样怎样看 何思培那样怎样看 我会这样说 张家朗 张家朗第一 不是精英会的执位 或者副师傅 也没有干部职位 有人说他进过精英会 但我真的没有证据 有个人可以跟我说 我当他没有 才假设他没有 张家朗是有什么情况 他父母 他父母 两个都特别的 运动高手 籃球高手 来的 他父母以前小时候 他不是 做警察的 据我所知 他代表警察 队 去参赛 警察队 全部参赛 就是 与丸 精工 南华 的意思 男球的地方有他自己的组队 他是不是警察 不是 他是不是跟警察熟 可能不是 他是不是跟警察熟 都是坏人 也不是 不是这样说的 不可以捉干 扮杀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没胡说 可能他真是坏 可能真是好 我不知道 他母亲都是男球的选手 我也没有兴趣 说他父母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警察 他爸爸和妈妈 不是警察 他爸爸是代表警察 队去参赛 但是他做另一个职业 张家朗 本身的心 另外另一个地方 就算他爸爸妈妈 怎样都好 你红色家庭 蓝丝家庭 但是你张家朗是独立的 个个体 每个人都为自己的负责 张家朗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典型蓝丝 什么典型蓝丝 就是说 帮华为买一下广告 说他现在赚很多钱 赚钱没问题 赚钱我不会争人富贵 厌人穷的 你今天你拿到冠军 然后一大堆广告商 你拍广告 这个自由市场 绝对我不会有任何妒忌的成分 你帮的是什么呢 什么都帮的 华为你帮 什么都帮一大堆 接着呢 港府要你做一些事情都做 但是 你起码没有做几样东西 刚刚我说 江文慧做过的事 香港精英会执位 帮律师会拆鞋 接着呢 写一篇文章 香港 一国两制制度 有优势 而且有 有很多的关于 譬如说 帮保安局做青年的 这个所谓的 培训等等的东西 张家朗是拿到最优秀的 运动员 的投降 OK 但是优秀运动员投降呢 跟这个刚刚讲的没什么关系 这个只不过是你 take the box 你聰明 你有什么比赛成绩 原来有分数 有客观标准 当然最多有主观标准 但是起码 他不是反党反国 视为可以统战的对象 何思培 某程度上都是这样 心里面 无论张家朗和何思培 心里面怎么想 可能他自己是 很不开心的 对于香港也很不开心 但是他 千万不要捕风捉影他的说法 其实他心里面有黄丝 我不会这么想 他根本上是一个 张学有类的蓝丝 就是说你问他 有没有做了一些大的坏事 没有的 他心里面是不是真真成成希望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 可以赚钱 工作 不要管那么多政治 不问世贸 总之就是说 起码这个地方 洗洗城市 能够有机会和很多人合作 focus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 做事 很多是非对错真假的东西 你不要问我 他都没有什么兴趣 随之 最重要就是 和平 安全 赚钱 有成就 功成 名利 这个就是 蓝丝的精神 OK 香港不是很多人 是 他说这些人是不是我们的敌人 不是 这些人不是我们的敌人 这些不是我们的同路人 但不是我们的敌人 千万不要以为 今天不是我们的朋友 必定是我们的敌人 这些就是共产党思维模式 他们这些人不是我们的同路人 sorry 我真的不是我们的同路人 但却不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也没有必要 去将他们标签为敌人来看待 哪个敌人呢 红色支持者 共产党的支持者 就是我说江文慧 你为他古语库 敲鞭鼓 之后做他的一只 即使 精英会的执位 这些就是红色的人 张家朗未去到这个位 虽然我们做事要有层次 想事也有层次 怎样讲张家朗也好 或者叫何思培也好 你不可以将他视为我们的敌人 看待 而他们能够得奖的话 我是neutral 因为我始终也没应同一点 他们本身的表现 在他们专业能力发挥得很好 譬如说 这个是顿劍 即是 张家朗是顿劍比赛 能够赢到冠军 那这件事呢 是他的功劳 那你说 这件事是否等于我们香港人 会顿他光荣 偷他光呢 有些朋友 我知道在网上说 这个运动员 的成就 与政权无关 所以呢 邓丁强 这些什么 李家超 就不要在这 趁热度 OK 你不要跟他打卡 对 但我同时 说多一句 这个运动员的赛 和七百万香港人 没有必然关系 可能和他和训练他的教练 设备 设备 环境 有关 和大家安座家中 看着节目的人 又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又趁什么热度呢 今天不同了 如果今天 这个人 是喜欢到香港的精神 Speak up 我们香港人的东西 而不是只是 技术方面超群 而是说他真是将 香港人的灵魂精神 换发出来的 这个就是跟香港人同行 黎智英 大耀庭 黄之锋 手足 这些就真是 跟香港人同行 所以与其 关注 江文慧 与其 吹捧江文慧 不要关注 与其吹捧江文慧 与其吹捧张家朗 来换取一种心灵鸡汤 即是一种屈闻 的一种香港的政治高画之下 拿到小小的欢音 就正如将自己的想法 投写在歌手里 来换取欢音的话 歌手里或者张家朗 我不会有comment 因为这些是 to a certain extent 蓝丝 OK 蓝丝不是 我再说一次 蓝丝不是我们的敌人 不是我们的同路人 你做了个投射 我不觉得有问题 我不会觉得有问题 但是你将你的心法 投射在一个 亲共的人身上 而且有证据证明 他 共产党的爪牙 的人身上 江文慧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wrong 这个跟男女没关 跟美 跟她的样子 漂亮不漂亮有关 没有关 跟她 这个运动之后的表现 没有关 是跟这个人本身是否值得你去成为一种 叫做情感投射 移情作用的对象有关 这个就是我相当警惕的 至于张家朗是不是性不娇 我想他某程度上都OK 什么虐利 大家知道他的惯性到中 我全部不会批评这些 你说是不是代表说 哎 香港人都聪明的 香港人不需要用这些 证据到自己 2019年都证据到给大家听 全世界香港人聪明 喂 在台湾 在美国 在英国 很多的政要 很多的公民 赞赏香港人 不会因为江文为张家朗 何思培 而因为 2019年香港人的反抗 我们的勇气 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实力 我们的付出 我们的牺牲 我们的奉献 我们的论述 我们的坚持 理想 信仰 希望 爱 这些就是我们要做的所有事 我们得到人家的认同 不会因为 张家朗等于香港人 等于全世界会认同我 不会江文为 等于香港人 等于全世界认同我 这些是什么逻辑来的 跳约逻辑 混沌逻辑 那你说 桑普你不要这么理性 我们嗨一下 行不行 嗨是没问题的 但不要对江文为嗨 我可以接受到的 就是有些人 虽然我不会这么做 但我可以接受到的 就是说你对于 张家朗 对于这个 何思培 嗨一下 哇 香港人的光荣 我不会有大问题的 OK 但是你对江文为呢 我觉得 distance away 我觉得没有办法接受 只要说另一个议题 张家朗是否等于 他是 幸运先胜出 还是怎样 一定有幸运 另外一方面 就是他和意大利的 劍手马基 Filippo Marchi 在决策打成14比14 平手之后 决勝一劍 结果打足三劍 头两劍 双方都有刺中对方 但裁判之进攻无效要重打 因为这些这样的 夹劍呢 是很重视 谁先採取主动 而採取主动其实是很主观的 看整个人的 动态 表情去决定 不止表情 你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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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难去 去处理 裁判的关键三劍的判法 就是缺三劍的 最后一个判法 进来各方争议 因为 张家朗由12 落后 这个 马基14的时候 连追两劍 去到14比14 然后14比14的时候 隔了三劍 三劍 头两劍 裁判都分辨不了 究竟谁是 得分 最后一件事先判了 张家朗得分 最后一件事 15比14 然后张家朗赢了 最后这一局 取得冠军 所以高手过招 就很难说 事先预计 OK 那么 张家朗有这样的情况 那么 究竟谁是对不对 我真的不知道 很多的香港网民 做菠萝 披萨 因为菠萝 落披萨 是香港披萨 台湾的 披萨才会搞的 在意大利吃披萨 意大利人是不会落菠萝的 所以香港人做个菠萝 做到一个披萨 整个菠萝不切 做到一个披萨 或者是做一些 意大利人不吃的东西 扔回给意大利人 去弃弱人家 我觉得没必要跟着这个风 这个情绪发泄 是很无稽的 很幼稚的 我们这件事是一个专业判断 如果这件事你会觉得是香港人觉得 有我们不理的 意大利人冤枉我的 这些人是乱说的 然后意大利的 抗议的地方就是两个裁判 又有三个裁判 有台湾的 有韩国的 这些邻近香港 所以 有这个不公平的问题 我觉得 你很难用国籍去取代 这个评论 那你台湾和韩国 邻近香港 不等于 他们对于香港是 同情的 OK 即是今时今日 如果按照这个做法 那你世界杯 你每次就不要找一些 邻近 任何一边球队 邻近国家的裁判 做这个 referry 那你不可能这样的 还有邻近不代表支持你 韩国 台湾 民主国家 香港 独裁国家 代入中国陷阱 你觉得 台和韩是和中国 很亲近吗 不会吗 那你好了 就算你 说什么都好 你这些腹匪的 我完全觉得 non issue 重点在于 看回 决三剑 那三券 剑是不是找 一大堆的 专业裁判 去讲清楚 每一剑 是不是难以判断 是不是有任何一剑 其实已经决定到 胜负的 这个可以有争议 但是等于足球赛 一样 球已经打完了 就已经完了 你要再讨论这件事的话 在一些marginal case里面 是很难上诉的 因为 你当时要相信 裁判的专业判断 除非你讲 有明显的 这个问题 就是这些裁判判错 看回录影 很明显 这个马基 就是意大利的剑手 先进攻 得分刺中的 你判就说 我们再打一次 那样就有问题了 那就可以重新检讨 奖牌问题 否则很难 所以 Burdo approved 落在输的方 所以你说 张家朗是否赢呢 我觉得 无论金牌 银牌 也好 他们是高手 在这方面是高手 我们不会觉得这方面是一个 我们要批评的什么 他家里有四只猫 猫牢 而且自小 就是 窮小子长大 但是 他也都是 之后赚很多钱 林大辉中学 林大辉答应过 买楼 不是买楼 我会给钱给你 250万 什么钱 什么奖学金 另外有 750万 算上千万 这次赚更加多了 这个很聪明 我这件事不会 就是 憎人富贵 厌人窮 因为他真是有聪明 别人赚助他 OK的 完全没问题 这个是他用他自己 双手努力 去赚到的钱 而他 有幸运 OK 也当然 他的实力 这件事我会不会觉得 江文慧都一样 没错 都一样 我的重点在哪里 江文慧是 共产党的组织人员 组织成员 甚至为 帮他做事的人 而这个 张家朗 起码就是 运势 两样东西要分别 有不同 我希望大家明白 意大利的劍击联会 现在已经 提出这个抗议 批评马基 被剖奪英德的金牌 又批评裁判判质素 配不上高水平的比赛 又批评不应该来自 市民近台湾和南韩的 裁判担任这个 评委 认为有根本的问题 大家知道 这个是很难的 因为劍击裁券是具有主观成份 注重看劍手的意识 近年劍谈不断修改条例 修改规则 希望统一判法和着眼点 但部分的裁判 未能够贴近最新的研判方法 这个可能就是那个 江文慧那篇 石少人文写的 因为他透露了 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怎样用在 改革有关于 劍击的规则 问题 是关于这方面的 如果你这样看法的话 那是不是 就是说 如果这样 人大释法 有一个最高权的人大释法 于是乎有这个 香港特色的 一国两制 一次两制 一个厕所两粒制的 这个 制度优势 不得而知 这种这样的 想法来说 那你又怎样可以使 规则更公平 OK 这个一直以来的一个 大的问题 所以fancing有很大的 subjectivity 主观性的 这个大家 就是 玩过fancing 或者了解过fancing 的人都知道 另外 简单说 一些其他的新闻 比如说 就是奥运其他新闻 中国有个选手 体操的 丹钢的 苏伟德 他呢 就非常 特别 就是说 他失手 失手的时候 就是 令到 中国呢 没有了面 还要了金牌 以极少数的分数呢 输了给第二名的 日本队 饮恨 因为日本体操男团 在29号 在巴黎 奥运 以0.532分 极少数的差距 惊陷夺金 令到 清霸体操多年的中国队 饮恨吞银 中国队的 苏伟德 两次 吊钢失败 那就是说他丹钢 自己跳上去 一捉下来 捉不住整个 两次是这样 令到日本 在最后的丹钢项目上 已经大逆转 令不少日本网友对他深感同情 那么 我们看到这一点 不是同情的 中国很多网友说他是 日本的奸细 是汉奸 我真是非常有趣 人家 你这么厉害 你帮中国的大小粉红 你自己跳单 你自己跳单 所以我就说 波是圆的 钢是直的 正直的那个直 最后都得到 这个日本队都能够赢到的 所以呢 经常都说的 看大时代 是不是 40集 很精彩的 39集里面 丁鞋赢了39集 最后一集 输了一局 OK 就输了 所以呢 香港人输给丁鞋 99局 是没问题的 最后赢一局 就够了 同样道理 苏韦德 和他的团队 赢了很多个 项目 赢了很多个项目 在 地板 安马 吊环 跳马 双降 单降 6个项目 每日团体比赛 每一团 每一个国家派3个代表 那 完成了地板 安马 吊环 跳马 双降 之后呢 中国领先日本 3.267分 大局已定 以为 赢了 怎知 中国队的苏韦德 在单降项目 两度 吊降失败 日本队 靠 参野 政饶 江慎之助 稳定发挥 以及 桥本大挥 最后 几乎 完美的表现 最后以 0.532分 逆转 中国队 继2016年 Rio 李约 热内奴 奥运之后 再次拿到 体操男子 团体的金牌 所以我觉得 为日本 可彩 这就是 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想 这个人回去 会不会 被受 惩罚 被受白眼 这就是中国 极可能 其实是惨的 苏韦德 这样搞法 就是 回来 我不知道他 会有什么遭遇 出街 都不敢见人 全世界都认得他的样子 但如果你今天 如果在民主的国家 在台湾 在日本 在美国 在韩国 不会这样的事 这个就是中国 所以我们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你赢的 欢天喜地 每个人找你来打卡 拍一幅相 可以贴在门口 可以赚钱 是不是 又可以 show off 又可以拿流量 你输的话 踩到你地底 地底 这是非常要不得的 台湾有个选手叫楊勇偉 是不是 有一些网红 不知好歹 他输了 比赛 没办法有奖牌 然后就说 你楊勇偉 就是楊勇 楊勇 即是没有个勇字 之后 全台湾的人说 你没有搞错 你这样讲人法 然后立刻 道歉 撤文 今天这帮中国的小粉红 不断就说 汉奸 走狗 卖国贼 日本奸细 日本间谍 这个就是叫做 苏伟德 没有网管的 没有人 去讨伐 这些 指责 苏伟德 是 汉奸 走狗 卖国贼的 网红 这个就是国家文明 程度的分别 每个国家都有他支持的人 比如我 今次 我自己 毫不委言 我会很支持台湾 虽然他没有 到我做节目 这个时候 都没有金银铜 但是有机会 而且 无论真是 有与没有 他们尽力而为 体育精神 你看到这个 戴智荣 现在 每一场 每隔一两天 就会有比赛 我们逐步看他的比赛成绩 他有伤患 这次是最后一次 小戴 希望他得到冠军 林扬佩 就是 扬伦佩 就是 他们也希望他能够得到 冠军他已经 连赢了两场 也有很多其他的选手 拳击的 也都做得很好 所以我很希望 大家都 明白 我是很支持 台湾队 有些人叫中华民国队 不要紧 什么称呼都一样 不要叫中华台北队 所以台湾队 OK 能够 穩胜这个 有胜出的机会 我们支持 即使他胜出不了 我们不会跟他 拿口水 他们是很出色的运动员 是为国家 我们国家增光的 这件事是重要的 因为我们拥抱着同一个价值 就是 这是 our country 香港人 拥抱的价值是 Hong Kong as a country 还是 Hong Kong China 我这么说 现在 排行榜 我们知道 日本排第1 6个金牌 中国 中国 5个金牌 法国第2名 香港已经2个金牌 如果买单算数大概都是这样 中国会怎样 我才是第1 你们全部错了 因为中国要加上香港 YES 5加2 7 7大概6 比日本 一定这么说 想不想由你 这些叫做 阿Q精神 阿Q精神 而且用这个方式来 再拼一次香港梦 香港是属于中国的 如果 他数字不够 见到这个 台湾队 又拿了 金牌 银牌 和铜牌 加上他的数字 到中国 抽够数 充高名次 台湾是中学里面 公学国的 他们这么说 一定讲完小的 垃圾 不听我们怎么接招 我们不怕 清者自清 俗者自俗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这是我们一直的看法 所以我们为日本队 学彩 也都知道有一些 是关于 我是不是射击 有一位运动员 也都相当出色 那他就 韩国的 这个运动员 也都相当出色 能够 赢到中国队 这个都非常 非常难得 巴兰奥运 十四十六岁的天才 女高中生 成为 智学三年 就成为了 这个南韩最年轻的 奥运金牌 是以零点一分 赢到中国 我们都为韩国 即南韩 Republic of Korea 即大韩民国 去喝彩 为韩国 为日本 为台湾 喝彩 所有 和中国对立的 这个 对伍 我们都喝彩 除非你今天是北韩 或者是一些 专制独裁国家 所有对抗中国的 所有对伍 我们都为他喝彩 这个才是香港精神 香港精神 是不是在于 支持香港队呢 不要因为 他是一个 所谓香港人 于是乎他赢得比赛 而不问青红做白 奉他们为我们的一种代表 我们的一种精神的显耀 再说一次 如不可及 你可以自嗓一些东西 人的有感性澎湃的一面 我都会有 但理性沉淀下来的时候 大家都希望大家明白 不要再为苦作枪 不要中了共产党的古独 用这个东西激荡出一种 中国香港的这种 所谓的 为党国全面 管治权的向心力 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注意 OK 好了 节目时间差不多 下次再说